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35年11月1日出生于湖北黄皮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生于后迁居上海 父亲是神学院的教授 母亲早年一业于燕京大学 谢方元明谢怀父 因当时东三省被日军占领 顾名怀父 欲以怀念并收复国土 1950年他从香港返回内地 在汉口圣罗一女中就读 1951年毕业后被中南文工团吸收为演员 后该团台为武汉歌剧院 谢方与丈夫同台出演和歌剧《小二黑结婚》 白毛女 太阳出生中的男女主角才华显露 1959年谢方被北京电影制片场著名导演崔维 选中拍摄建国 十周年献礼片《青春之歌》 她扮演主角林道静 彭真指示一定要把《青春之歌》拍好 要用最好的胶片拍 导演崔维深知这部电影的分量 连林道静身边的配角都精心挑选了当时大台儿演员秦义 鱼洋等来 谢方一举成名 从此步入影坛 电影《青春之歌》获得了巨大成功 供应后 北京各家影院全部爆满 很多影院甚至24小时上演 抗制流行歌曲《五月的鲜花》 随着这部电影的放映也流行全国 影片在海外日本 朝鲜 越南等国也引起了轰动 1963年以后 谢方主演的《早春二六舞台姐妹》《泪痕》 第二次握手 李青照等影片 以及电视剧《女经理的一天》 最后一位市长 舞台新姐妹《灯火阑珊》出当 谢方曾在孙谦编剧的两部电影《山花泪痕》中担任女主角 2010年4月14日 山西晚报组织谢方 曹玉玲等四位得意双心的老电影艺术家 在山西与影迷见面 谢方特意向山西人民表达问候 并提词 《山花泪痕》与您同载 驻山西人民和谐安抗 2016年9月24日晚 第25届金基百花电影节纪 第33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地幕式在唐山举行